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宗晨健 2020年12月 我每次跟我孩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我就会 而且我脑筋里面常会想到我孩子的幼童时候 幼童时代 因为他们现在远30多岁了 但是我常常觉得他们的年龄 我跟他们同年龄的时候 我已经有两个小孩了 而他们两个都没结婚 所以这是让我常常会跟他们催促 那这种东西我不太敢多讲 因为婚姻的事情要靠缘分 不能够随便急救章 急救章将来可能要回悟一生 所以我不敢讲 但是我常常会用一些实际的经验跟他们分享 其中分享最多就讲说 因为我这上面很多活动 要骑马射箭 又是武术 还有柔道 还有摔角 还有那个飞行伞 还有水中活动 等等等 这些东西其实 我的孩子全部都 由我手把手教过 还有乐器 全部都是我教的 手把手教的 那其中最难的应该是游泳吧 水中运动 因为人不是在水中的生物 所以到水中的活动 你必须要从头开始 归零 然后从头开始 那我因为我自己的经验 还有以前我教过成人游泳的经验 发现到这个东西如果不从小的话 从小开始让它不怕水的话 你将来长大以后 一旦成人或者是十几岁之后 就很难学 这是我的经验 我教学的经验 所以我就从小就灌输他们 包括我两个小孩 以前小学的时候 暑假到警察局去学过 那个暑期柔道班 那他们都各种招式 他们都学过 但是他们没有跟人家比赛过的经验 那一直到他们高中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复习 跟他们对摔 让他们知道真正的比赛是怎么样 我以前可是选手 那像凡子种种 还有游泳 游泳的部分最有趣的 这样就在 我有这个经验 我也希望能够训练他们 能够至少参加过比赛 知道比赛是什么一回事情 知道什么叫快速 因为你会游 不会沉 然后你可以游 能够游得比较长 这些都是普通的技能 如果你要快 就另外还要再训练 要加强训练 选手的训练 那我就常常讲说 因为他们都会游泳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你知道你们以前怎么学的 那他们 我的儿子跟女儿就会笑我 从以前就笑我 从他们小的时候就笑 因为他们会游泳 但他们是怎么样子学会的 是我用诱骗的方式 所以用 我讲诱骗或诱导都可以了 就是 他们两个人扒在我身上 我就走到游泳池 他们很深的地方 那时候他们很小 身体很小 踩不到底 踩不到底 然后我就扒着他手 然后我就 就带着他游 带着他游 然后就慢慢叫他踢水 然后等到我就 手一放之后 我就往后 往后几步 让他游过来 游过来我就接住他 然后再往后 再离手 然后这样 然后就是 再放手之后 我就离得很远 不是离得很远 离得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就让他在水面上 这样可以游 游过来 因为你离的距离不是很远 所以他就有诱导 就像那个胡萝卜 悬在驴子的眼睛前面 诱导他 意思是一样的 让他不会害怕 哪怕是喝一两口水 也很正常 反正他不会沉默 也不会被淹到 不会被呛到 因为我就在安全距离以内 所以我就是这样子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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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们从头拉 两个头拉回游泳 那他们常常在回忆一下 以前童年的时候就讲说 说老爸这家伙很贼 我说怎么会贼呢 他说你每次叫我说 好来开始游游游 然后你一下放手就跑好远 其他所谓的跑好远 是一种印象 那种印象就是我刚刚讲的 其实距离都在安全范围里 我随时可以反应就抓住他 但是在他那个幼小的心灵里面 他不知道他身体已经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到他现在应该结婚生子 然后也应该在这个年龄去教 他的下一代 这就是我先讲的新传 就是代代相传 我觉得像以我来讲 我也不是出生在富贵家庭 但是我从小就喜欢骑马 所以当开始工作的时候 有了钱之后 我都花在骑马上面 有机会能够玩这个帆船 我就玩帆船 有什么新玩意儿 我就玩新玩意儿 那一直到35岁 我才开始玩飞行伞 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的经验 可是这些东西 我要花很多钱 要投资时间 投资人力 投资金钱 那这些东西都是 还有胆量 那个胆量天真就有 但是你没有钱 你就玩不了那些东西 那我自己有的经验 像比如说有飞行伞 我就会教我的孩子 现成的东西 我有挖鞋 有这些什么玩意儿 我有的装备 他们都可以使用 还有我的乐器一大 我觉得中西乐团的乐器 两个团的乐器 我都具足 因此我就可以 我能教的东西 我通通都教他们 只是他们因为 唾手可得 反而不珍惜 到时他们那些同学 小学中学高中的同学 到我们家来之后 都很想 很想说是做我的儿子 或者女儿 这个很好笑 其实一点也不好笑 就是我的童年是一个渴望 非常渴望 我曾经讲过 渴望吹那个夕阳长笛 但是那个长笛太贵了 买不起 但是后来 机缘凑巧 而且我经济能力够的时候 我就买了 满足我自己童年 没有满足的欲望 人生就是这样子 审吃检药干什么呢 很多人都是一辈子审吃检药 尤其我们的生活背景是那种 我是1955年出生的 那个时候是 二十大战后的婴儿潮 这些人都是 童年都在清贫状态 不是赤贫 是清贫 能吃饱而已 只是一个非常基础的 这个吃喝拉扎碎的 这个开机城市 你再想增加什么 其他应用城市 都比较困难 所以你要培养一个孩子 什么艺术的才情 在那个时代的人 能够吃饱 能够喂饱一家人 就已经 父母就已经尽到责任了 再还想要再培养什么艺术 那都是 都是要靠后天 靠自己 而现在我的下一代 就是什么 唾手可得 这上面的所有东西 他们都玩过 只是他们因为唾手可得 所以他们不太珍惜 他不会去比较说 他同学 他的那些朋友们 都没有一个人玩过这些东西 我曾经跟我的孩子讲说 你知不知道你老爸 你们小的时候 我带你去过泰国 去过印尼 去过大陆 去过很多地方 那我的孩子 马上就跟我反驳 说人家的爸爸妈妈 带他们到欧洲 带他们到美国 一住就是两三个月 我说你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吧 而且你生活在我们家 这是我们能够在 同处在父子关系 父女关系 是因为一个缘分 他跟他的父母有缘分 那问题是 他的父母跟他们 是不是很亲呢 虽然他有财力 但他未必见得 他们会过得 比我们更幸福 所以人在福中 不知福 这是我觉得非常的让人感慨的事情 那我常常在想着 回忆我的孩子 都是他们的童年 那个童年自语 然后那些行为 还有那些 我一手一手 给他们拉把的这些东西 那我每次回忆起来 我都觉得很甜蜜 我常常想传递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给他们说 你看 你的游泳是我教的 你的什么骑马什么 还有玩什么玩意儿 都是我教的 他说那又怎么样 好像一点也不稀罕似的 那如果说你在童年的时候 我没教你这些东西呢 那你也不会啊 你就跟其他人一样 完全一样 所以我常常就觉得说 我这一代的人 都是感恩 满心满腹的感恩 我感恩我的师父 我感恩我的那些恩师们 虽然当年是什么样缘分 得到这个 还有我感恩因为我那个环境 所以旁边有这些高人 那这些高人 其他人 我们邻居也没有 也没有受到他们的亲自啊 是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缘分 而碰巧 我刚好跟他们有缘分 所以 我们就结了缘 同样的 亲子也是这样子 也是靠缘分 结缘 亲子未尝又不是呢 所以我常常觉得说 我虽然童年少是清贫 没有含着经常直出生 但是我很满足啊 我很感激我的父母 他们 这么辛苦的把我们养大 要要 而且不是我一个人 我们家有兄弟姐妹 五个 你要同时要照顾五个 我只有两个小孩 那 那这样子照顾起来的话 把照顾五个人的力量 用着照顾两个人 当然是得天独厚了 也没有人再跟他分享这个关爱 那 这些东西啊 身在福中 孩子是不会知道福的 但是我就 我也不跟他讲什么大道理 我就是 时间到了 我就教你 就一样一样把你教会 那教会了之后 至于说你以后还会不会玩 我不知道 但有朝一日 比如说孩子到在国外 接触到什么团体 比如说骑马 他会 他立刻就可以上手 潜水 他也会 玩风浪板 玩帆船 他都会 因为这些东西他都会嘛 所以他很自然的就没有压力 我儿子在当兵的时候 他们在 他在那个海巡署啊 当兵的时候 我就问他说 你现在在你们那个单位里面 他们现在都有体能测验嘛 定期体能测验 有长跑 有游泳嘛 我就问他说 你那个 长跑你大概是跑第几 他说大概在前五名以内吧 我说那还不错 因为他们里面有 他们那个同批的这个弟兄里面 有人是体育系毕业的 大学体育系毕业的 专业的运动员 然后那我说那你游泳了 游泳大概第二吧 我说那你第一是谁 第一那个人好像是在大学体育系里面 是专攻游泳的 我给他鼓掌 你不需要同龙第一 你只要能行就行了 但他有的时候也会跟我抱怨 他说我现在我要游三千的话 我有的时候觉得很累 我说那累是因为你小的时候 我要你们训练那个长泳的时候 要训练速度的时候 你们不愿意吗 不愿意吃苦吗 那不愿意吃苦理由很简单 是因为有外遇太多了吗 外面的欲望诱惑太多了 要打电动要干嘛 我们以前一下子游的手抬不起来 那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因为数学有专攻 一个人每天只有24小时 你要把肌肉的力量超到极限的时候 你很酸痛的时候 你就会想睡觉 那睡觉你就占据了你读书或游戏 或者是其他的社交的时间 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有24小时 所以我常看到有些人在那边发呆 或者是在那边做无聊之事 以前有牙之身的时候 年纪轻的人我都会替他很惋惜 以前我还会鸡婆的去跟他讲一下 多无聊 应该参加什么 因为这些都要花钱 所以是有条件的 也并不是没有条件的 我的孩子得天独厚 是因为我玩过来 我是过来人 我知道要怎么样 什么时候赞陪他们 什么时候做什么东西 而如果那些孩子没有这个 其他人没有这些背景的话 那不就错过了吗 就当面错过吗 人生不就是这样子吗 这个今天我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所谓的新传 火镜新传代代相传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常常在这边讲的这些玩意儿 就是这样子 那我常常会碰到一些朋友们 我有一个当兵的时候 一个弟兄 他在网络上看到我 很高兴 他跟我讲他比我大两岁 我今天六十五 他六十六十七 他看的时候 这个飞行他不敢 他有聚高症 他想他想挑一个骑马 结果我跟他 这个这个 密切接触之后 我发现到 他有很多其他的这个 心脏装的支架 而且他有平衡感 各方面恐怕也都不行 所以我说还真的是 应该早一点来找我 那还有一个 一讲到游泳 我就要想到 一定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我们小学的时候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 那个民国五十六年的时候 我哥哥先凶高中毕业 高中毕业 那个五十六年的一年 他那就直接就高中毕业 考取那个国防部情报级 第十六期干部训练班 就去受训 受训的时候 我看着他很神 一看就做了爆破训练 水中爆破训练 然后又受了散兵训 又受了什么3D求生训练 等等等等 很多训练 那时候我看他拿回来的照片 我就很羡慕 后来我就跟我 我那时候我读初中一年级 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 跟我们班上一个同学聊天 他留了一集 那个时候他初中一年级 比我大一岁而已 可他身上的肌肉就很 很巨大 很明显 那我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 身上还算是 还不是婴儿肥 我以前很甘瘦 小学的时候很甘瘦 但我会游泳 因为我们在那个地方 有那个村子全都会游泳 结果我就 就聊到说 他们村子有一个人 也是情干班的 情报局干部训练班的 去当了情报员 我说我不认识 但是我哥可能认识 他很意外说 我哥也是那个 我就拿照片给他看 他看了以后 我们那个时候 童年的时候 都很容易立志做这些 做情报员 做这些特种部队的人 因为我们是军眷村 出生长大的人 都觉得说好像男儿 男儿应该要 应该要 要英雄一点 要man一点 就是做这些事情 那他就讲说 他立志要做情报员 他要考这个将来 如果能够读到高中 他就要去考 情报局干部训练班 就是出来是军官嘛 但情报局 那个时候还有士官班 他说如果说 那个初中毕业之后 他可能会去考士官班 他很向往情报工作 其实士官 基本上没有从事 情报工作 没有外派 很少 实际情形我也不了解了 反正简单讲就是 我们很羡慕那种 能够上山下海的这种 能够飞天的那种本事 007的本事 结果他就讲说 他不会游泳 他身体很强壮 肌肉都很明显了 然后他就叫我 叫他游泳 说游泳简单 我就带他到我们这个 我们家的附近的游泳池 有一天我就带他去游泳 那个叫水很浅 因为那个水放水 放水水很浅 大概还不到腰吧 然后我就扶着他手 叫他闷水 叫他闷水 然后那个就是闭气 在水中闭气 他一般不会游泳的人 在水里面 不敢把眼睛张开 那因为我们从小游泳 所以我们知道在水中 一定是张开眼睛的 那时候没有戴护目镜 就张开眼睛的 那眼睛就是跟水接触 如果里面有那个漂白粉 漂白水的话 眼睛会有血湿 那个会有发炎反应 结果这个人 看他蛮好的嘛 我叫他踢水 踢水 他突然一下子 焖水时间过了 突然一下 我手还没有放 他突然一紧张 头抬不起来 从水里面头抬不起来 他就手就乱抓 一把就抓到我 因为他力气很大 把我抓了 把我按了 一下抓到水里面去 水很浅 结果到膝盖那么浅 结果就把我 摁到水里面去 哎呀我差点要闷死了 我一脚把它踹开 然后起来之后 哎呀我捡回一条命了 那么浅的水 居然差点把我 摁在水里面摁死 我说奇怪 他有什么好紧张的 他只要把脚一落地 就到水底了 他就站起来了嘛 他怎么会这么浅的水 就把它给恐惧成那个样子 我当时才想到说 哎呀 他也比我大一岁而已 我当年13岁 他是14岁吧 还是15岁吧 那这怎么会 他就这么差这么多呢 那从此之后 我就对那个 跟我同年龄的人 我不敢教了 一直到我20岁的时候 我才敢教高中生 而且只能敢教女生 剩下都是小孩 因为到了那个高中 你还不会游泳的话 基本上大概没希望了吧 没戏了 有的人说四十几岁才开始学泳 和学潜水 对我来讲 我都听不下去 听不进去 因为你要想要 那个要克服 孔水的这个 这种心态 我都花了很长的时间 只是说 那些时间上 我们是因为太 在玩水 生醉 玩水玩的 已经不害怕水了 因为已经喝了不少水了 脏水也喝了不少了 所以已经没有什么害怕 而且还有一个 在水里面抽筋的经验 也很丰富了 所以对水 对那个踩不到底的 那种深度 没有恐惧感 虽然游得不快 但是呢 那个基本上 能够踩水 能够在水中 不会沉 这些技术都已经具备了 这些东西 其实才是真正的先修班 也就是游泳的先修班 那现在 当然你现在用科学方法的话 你从完全不会 你到能够游的速度很快的话 那也不过就是 一两个月的时间 你就可以 那就是因为科学训练 有各种辅助器材 等等等 那这就是另当别论了 在我们以前 那个涂法练钢的时代 就是靠时间 时间 时间 时间的磨练 那越早投入 有些东西要越早投入越好 有些不是 比如说飞行 飞行你必须要了解 飞行的原理 飞行的各种的安全的措施 等等等 还有各种其他的 旁相关的这个运动的 这种神经 你必须要发达了之后 你再来从事这个 有危险性的活动 但是那些都是什么 都是一个一个砖头 一个一个阶梯 累积上去的 不能列等 所以我就常常在讲说 这个上面的东西 我常常会讲 原因就在这里 这就是一个火镜新传 代代相传的一个典型 以上 吴总统跟各位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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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